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8日 太原沦陷 接着 南京也沦陷 到1938年初 侵华日军的铁骑已踏遍大半个中国 甚至 日军穷凶极恶地发出叫嚣 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 在太原失陷后 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炳文惊慌失措 立即计划弃城逃跑 日军对三秦大帝也是势在必得 天安一方的大西北 人心惶惶 在此危急时刻 第31军团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孙魅如 在西安以省主席明义 发表告民众书 他在告民众书中称 我们拼着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头颅 换取日本侵略者六千万人的生命 留下三户 仍然可以复兴中华民族 再不然 即使使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同时灭绝于人世 也不让强闹民族得意独存 再来破坏世界 我们英俱的决心 施与敌斜之 牺牲到底 我们虚下这样的决心 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四亿中国人和六千万日本人拼光 留下三户来复兴中华 这是何等的气魄 也是何等的抗日决心 同时 他还道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四亿中国人还打不赢你六千万日本人吗 此言一出 终于平息了民众的惶恐之心 逃亡派也打消缭却占逃跑的举措 随后 孙美如下令手下大将孔松州率不开往朝野 平路一带不防 保卫黄河河防 进行御敌 此时 日军已经占领黄河河道上的重要关口大庆关 大有强度黄河 进犯关中之势 孔松州率部来到黄河岸边后 认为必须夺回大庆关 才能巩固河防 于是 派出四个团 利用青沙障隐蔽运动到河岩 一派击炮突然射击 日军被打得仓皇逃